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大概在今年初去年年底跟一些夥伴一起 就是開發了一個語言學位基礎的文化檢查器,他叫做PiLiteracy 然後我是Jonathan Chen,我現在是教大大師的學生,然後我在學校主要學的是語言學 那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說為什麼我們要做PiLiteracy 那到底以語言學為基礎是什麼,文法檢查器又是什麼 那到最後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一些實作上是怎麼去開發這樣一個文法檢查器的 那其實文法檢查這個東西大家應該就不太陌生吧 因為Google點開,影片開始之前都會Facebook grammar問你說有沒有檢查過這樣 所以這個東西大家應該不陌生,然後大家對預期他能給到你的幫助應該也不陌生 那LLM是一個好的文法檢查器或是一個好的語言老師嗎 那他能告訴你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他為什麼是對的嗎 那這就要看說一個好的語言老師他需要符合哪一些條件 他可能需要至少他給你的東西要是對的嘛,這是最基本的 那接下來他要有教無類,他給出的答案要有一致性 今天我去問或者是另外一個人去問他 如果這個答案正確答案就是這樣,他應該給我們兩個一樣的答案 或者是說我今天問跟我下一個月問他,他給的答案基本上要是一樣的 那最後一個就是說大家知道教育部可能常改一些發音或者是用法等等等 或者是說他可能有某一些錯誤的地方,他能快速修正 這樣是一個好的語言老師需要具備的條件 那在座各位應該大多是中文的母語者吧 那如果我們說我們不懂中文,那沒有人說沒有人感受比我們更懂 那所以我們應該是非常有資格來判斷說JGPT中文到底好不好 那我實際上去做了一些簡單的測試 那我給他一個簡單的句子 你在幹嘛,你再做一次試看看,信不信我報警抓你 那我給他三句的原因是因為我希望他有一個scenario就是更加強說 這個你在自己做一次試看看,並不是要叫你真的再做一次 OK,他是一個威脅語氣 那他說他並沒有錯別字或是文法錯誤,但是他的確幫我改了一下那個讚 那這樣看來他的output可能有符合到某一部分的需求 然後他說這樣的原因是因為這樣可以更符合漢語口語表達的習慣 所以他告訴我的答案是說這個在跟另外一個在 我們會用不一樣的方式去使用這兩個字,只是為了符合口語表達的習慣 那今天如果我是一個可能學靈性的小孩,我爸媽真的覺得 真的想用LN來教我講中文,或者說我是一個想要學中文的外國人 那在這樣的output上,我可能學習的效果不是那麼的好,也沒有那麼盡善盡美 那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他做出來的東西多半是簡中文 那大家可能就不意外嘛,因為cheggp就是這樣 那我請他用繁體中文,那有時候他會給我繁體中文 那有時候他可能不會,他就是差不多的東西出來 那這樣他給出來的正確性可能不是那麼盡善盡美的百分之百 那接下來有教無類,我給他一個提示 我說第二句中文在是否應該是這個在呢 他說沒錯,應該是這個在,那看來他應該是修正過來了 那我作為一個好學的學生,我問他說為什麼 因為我想要學怎麼講中文,我總不可能是說這個句子你幫我改成對的 那就停了吧,我想要知道為什麼這樣我之後才不會犯錯 或者是這樣我才真正的學會這個語言應該怎麼使用 所以我問了他為什麼,那他說對不起,我是錯的,你才是對的 就好像我拿著槍威脅他一樣,我沒有,我只是想要好好學中文而已 那這樣子或許他每次給出來的答案會不一樣 這或許是一個蠻大的問題 以一個我好好地想要學這個語言來說,或許並不是這麼盡善盡美 那還有一個問題,他有辦法隨時更改他的答案嗎 那我前面已經跟他說過第二個在,應該是那個在了嘛 那我可能過一段時間再去問他,一模一樣的問題 他這次,喔!他有抓出錯誤喔 他說有文法錯誤還有錯別字,然後他給我一個糾正後的版本 大家仔細看一下,大家仔細看一下,你有看出他改在哪裡嗎 考眼力的時候到了,對 他說家的空殼比較好讀 這到底是文法錯誤還是錯別字啊 我不太確定 所以就算我已經跟他講了正確答案 或者是說我們剛剛有等等等很多RIG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model,我們可以去做一些修正 但是這樣的情況,我們有沒有一個更簡單 或是更直接,或是更low resource,更低成本的方式可以 反正我們只是想要做好這件小小的事情嘛 那個像GAI這種東西,它可以負擔的東西有非常非常多 它可以解決我們非常多的問題 那針對這麼小的問題,我們是不是有更直觀 或者是更low resource 的方法可以解決 那這時候我們可能就要來看看RIG他們的本質是什麼 那或許他不是那麼好的語言老師 那他真的懂語言嗎?他知道什麼是對的嗎? 或是他知道這些對的東西為什麼是對的嗎? 那就我一個學語言學的學生來說 我覺得如果要說他懂語言嗎? 倒不如問說他懂不懂結構 語言這個東西跟結構是分不開的 那大家可以看看以下這個例子 我跟他說請幫我寫一封100字的面試遲到道歉信 OK,這次換bar來挑戰 OK,他超快,一下就給出一個我覺得這個非常好的道歉信 OK,那我把以上這個句子 token by token,scramble之後再問一次給他 這個一般人應該已經看不懂了 對吧,這在我們正常人理解上是有問題的 他還是給我一封非常好的道歉信 那這樣或許說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說LRM他對結構不是那麼的敏感 一個句子裡面每一個詞組或者是每一個token的排列 或是他的結構對他來說好像不那麼重要 這兩個東西對他來說是一樣的 但對我們人類而言他應該很不一樣吧 那這個東西可能就要回歸到large language models 他們本身他們的基礎 就是說我們在training之前我們把這些很大很大量的data 他做了這樣的不論是最早期的one-hard encoding 然後embedding等等等我們在向量化這個過程中 其實我們忽略了語言它是有深淺結構之分的東西 他們我們這樣子做法就好像把很多不同的token 串在一條線上就好像串住一樣 那tradegpt他給出答案的時候 他可能就是在找說有沒有某個顏色的珠子等等等 那在訓練過程中我們需要給他非常非常多這種beats 然後很多beats on the strings 我們需要大量的資料下去給他 那總會有一部分的東西多有一部分的東西少 這是我們沒有辦法控制的 因為我們需要求多來達到更好的效果嘛 那到最後我們不知道我們需要投入多少可以達到我們需要的效果 在針對這麼小的一個問題上面 那可能依照一些網路上的resource來說 應該大家不難發現說 大部分的大型原模型中文在裡面的資料佔比應該都不高吧 而且所謂的不高是甚至可能1%5%都不到 非常非常低 那這一點點的資料裡面 反中跟減中的落差 肯定又是相當的大 畢竟就是對岸每天產出的資料量就是這麼多 那再往下看 這麼少的繁體資料裡面 他還要牽涉到對錯相關 或者是這些解釋性上的文字 那肯定又是更少了 他沒有依據來可以做這些教學 或者是他沒有辦法真的去學習到說 怎麼樣講是對怎麼樣講是錯 為什麼這件事情上 那這樣子要fine tune起來 或許不是不行 但是或許沒有那麼容易 我們不知道我們需要投入多少東西 我們不知道我們要花多久 我們只能期待每一次丟東西下去 他出來resource是好的 那在學校我學的語言學知識告訴我 其實這件事情有一個很low resource 也有很直觀的解決方法 那這就是為什麼到現在 就是大家可能還不是會那麼信任的 可能不會把家裡的孩子就說 你不用出去上學 你就在家裡跟著ChairGPT學中文就好了 你以後長大一定會講得很好的 大家不會這麼做 所以我們有一個方法 是想要用low resource 或者是這些比較直觀的方法 去跟ChairGPT這類的LM做一個合作 我們去 我們在他並不是這麼專精 他並不是專門負責的方面來做一些補強 OK 那接下來piliteracy是什麼 它是一個以語言學為基礎的文法檢查器 那這件事情分成兩個重點 一個是什麼是以語言學為基礎 一個是什麼是文法檢查器 那我們先從linguistics based開始 linguistics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不是說這個語言有什麼文法 你會教我講 你把這十條規則告訴我 我就可能 我就會講英文了 不是 語言學他其實在問的問題是 我們身為母語者 我們是怎麼思考 我們怎麼使用這個語言的 ChairGPT看了那麼多資料 他中文沒有你好 他看的中文的量 或許是我們可能五十輩子都看不完 但為什麼你中文就是比他好 而且甚至你可能兩歲三歲中文就比他好 現在很多小孩子可能幼稚園之前話就講得很好 而且他們不會犯文法錯誤 在母語上 如果今天在座各位 我想你可以講出一句文法錯誤的中文句 其實你是比較累的 比起你想要講出一句正確句 這是比較累的 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ChairGPT看了這麼多 他會犯錯但我們卻不會 我們到底是怎麼學會這些東西的 其實我們學的是這些語言背後的structure 我們學到的是這些結構 並且這些結構並不是剛剛上述所說的 beats on the string 並不是這樣線性 一個以token by token串聯的這種結構 而是有深淺之分的 在語言學裡面 我們把所有的人類的 現在現存的所有人類的語言 都是可以用這樣binary branching merging的方式去生存出來的 這是語言學裡面的一個理論 那它就好像各位的左邊這個盒子一樣 我們在產出一個想法 或是我們在產出一個距離 雖然我們表達出來的 受到不論是媒介啊 或者是我們這些發生器官的影響 一定是線性的吧 我一口氣就這麼長 我就可能只能講一連串字 我打字出來它就是一條 但是其實它在我們腦內 generate的時候 它是有深淺結構之分的 它就好像先伸出那個空空的盒子 OK 我上面有不同的動 那我需要在每一個位置放上特定的詞組 OK 這個位置放動詞 那個位置放名詞 OK 所以我就有不同的積木 我把它填出去之後 這就是一個好的expression 然後我再透過我的嘴巴講出來 那像這樣一個立體的盒子裡面 你每一個位置放的東西 你可能都會影響到它上面那層 或下面那層 OK 這個語言它是有深淺結構之分的 並且它並不是一顆一顆的珠子 它是以詞組為單位的 比如說蘋果 OK 好 那我們就可以一起來想想看 我們各位在座都是中文的母語者 我們中文都很好 我們怎麼思考在跟在這個問題的 我們都懂結構嘛 我們可以先從一個簡單的例子開始 我在新竹跟我在新竹 大家在判斷上應該 應該可以我們一致同意 上面是對的下面是錯的 OK 那這樣子我們可能可以歸納出一個簡單的結論 OK 在後面可以是一個地點 然後下面那個不行 這個大家應該蠻有一致性的 OK 但是這樣我還是在看線性的 這顆珠子後面是哪顆珠子 我只是從一個字 一個字看變成一個詞 一個字看嘛 那我們再看一下以下的例子 然後他在吃飯跟他在吃飯 大家應該也一致認同說 上面是對的下面是錯的 所以大家應該OK吧 也就是說 上面那個在後面可以放一個動詞組 下面這個在不行嗎 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結論嗎 或許不行 吃一次飯應該也是一個動詞組 大家應該沒有意義吧 但是我只要加了一次在裡面 瞬間變成上面錯下面對 那一樣啊 那我就再把它描述的細一點就好啦 在後面可以是一個動詞 然後是幾次之後才是它的售詞 一個名詞嘛 這樣還是線性的啊 這樣會遇到一個問題 我再加點東西進去 好想再吃一次飯的時間內 寫完作業 瞬間變成上面對下面錯 那這樣子如果我們想要以線性的方式 真的描述出這個規則 這其實不太可能 因為在跟內中間 我可以加無限的東西 甚至是一次跟飯 我可以說我想 好想再吃一次媽媽煮的 好吃的 熱騰騰的 白色的飯 中間的東西我可以無限疊加 那這樣的方式 用線性去描述 它是描述不完的 更別說你是用token by token 好 後面一定是好吃嗎 不見得嘛 那這樣子 如果我們有這麼多東西要去考量 去計算它之間的機率的話 那這樣子耗費預算力其實是非常大的 那如果我們break it down 從我們身為母語者的角度去想 我們是怎麼思考這個問題的 其實就是這樣 我們在某一個東西之內 我們就會用上面那個讚 大家應該是這樣做思考了吧 所以這又拉回了剛剛說到的 就是說語言 人類所有人類語言都是這樣子 它是有一個 它背後是有一個非線性的結構在的 它就像左邊那個盒子一樣 我們先產出空空的模型之後 我們把對應的詞子放進去 它就會是一個正確好的 大家聽得懂的句子 那接下來第二個問題就是 什麼是grammar checking PiLiteracy主要負責的業務有兩大種 第一種是incorrect work usage 就是錯別字 就像大家常見的在在啊 應該啊應該啊 那grammar mistakes這個東西可能 對我們來說我們比較陌生一點 畢竟我們從來沒放過文法錯誤嘛 那我舉個像差一點跟差不多的例子 大家從小到大應該沒有一本國文課本 或是一本文法書教過你這兩個東西不一樣吧 可是今天你如果要把它翻成英文它是什麼 almost 那今天如果你是一個外國人 你想要學中文的話怎麼辦 這兩個到底有什麼不同 大家沒有用錯過吧 大家應該也沒有上過一堂國文課 是有教過這兩個怎麼用吧 應該沒有 但是大家沒有用錯過 我可以說差不多該跑步了 但是我不能說差一點該跑步了 我可以說我差一點跌倒 但我不能說我差不多跌倒 這個東西其實跟差一點 它去修飾的那個動詞組裡面 是不是內建一個中頂有關 跌倒是一個會結束的動作嗎 你倒下去你跌倒 這個動作就結束了 但是跑步不會停 你需要在外面說 我跑步跑了什麼 300公尺之類的 這樣它才會停 那其實這些東西我們都是可以 從structure上看出來的 那這樣子的方法 我們甚至可以再繼續延伸做到 像是台灣的中文跟對岸的用法 其實大家應該也是有感的不同吧 假如說你在網路上看到一些語句 縱使它可能是繁體中文 但是你也知道台灣人好像不這麼講 比如說 像是我們默認的用法 我們比較多是動詞的用法 我就只好默認了這件事情 但是對岸的默認通常是說 這是我手機的可能默認設定 那我們的用法是預設 或者是說他們會說我容易嗎 但是我們台灣容易好像不是這樣用的 這張考驗蠻容易的 不同的用法 那這些都是從structure上看得出來 而且這些structure是有深淺之分的 我們畢竟就是說 我們往右看多遠 往左看多遠 就可以得到我們要的答案 不一定 它可能永遠不會出現 畢竟你的想像力無限 你在腦內可以產出無限長的句子 只是你講不出來而已 或者是說呢 如果我們能在 我們在訓練這些large language models之前 把我們的一些中文的語料 我們透過像是這樣語言學的方式去filter之後 它出來的句子可能多多少少 是更符合我們期待的data 那這種時候我們如果再去training 一些可能小量的模型 它可能會有更好的效果 我不知道 但是maybe this is the right way to go 畢竟我們沒有用語言學最直觀的方式 去得到更好的data 那最後就是小小的分享一下說 我們是怎麼樣做這件事情的 那剛剛提到的這個盒子 這個基木的盒子 其實我們就是把所有跟再有關的用法 交給電腦 就是我們做好很多的盒子 並且在這個每一個洞口 旁邊都貼了一張便條紙說 這個洞應該要放什麼東西 這樣大致上就完成了 那我們舉在嘛 這一開始的例子 我們知道在後面是放location 也或者是說在 它是修飾那個location 說我在這個地方這樣 那我們需要告訴他說location是什麼 那這邊我們可能有一些 可能word segmentation 或者是NER 或者是一些tagging的東西 我們有辦法去使用它 讓我們去知道這些地方 這些東西這些字的組合 是一個location 這個現在有很多東西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那大家可以聚焦現在 再像是光復路這個東西 嗯 叉叉路 我們其實看到那個路 就知道它是一個地方了 那 這個其中其實還有一個 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 有一個hint 就是說 在現代的漢語啊 我們有二字詞的趨勢 以前古人會說桌 但是我們會說桌子 所以我們習慣 我們的韻律上是兩個字 兩個字 兩個字 所以光復路 光復路 什麼什麼路嘛 大多數的路會是兩個字路 這樣可能也是一些hint 但是我們就是有非常直觀的方式 去針對這個語言的現狀 它的現實去做這些調整 OK 那一個好的語言老師 我們剛才說的 它東西要是對的 並且它不能改變 那它如果手上就是拿了這麼多的積木盒子 看來它好像離這一點蠻接近的 那還有一點啊 它需要知錯能改 它需要能隨時調整 那這一點piliteracy應該要怎麼做到 其實很簡單 我可以說在台灣 台灣是一個國家 它是一個地方 光復路是一條路 它是一個地方 90.6公里處它也是一個地方 但是這一點可能 它辨識不出了什麼東西 畢竟90.6k處 它是一個有點抽象的概念嘛 但是就算這樣抽象的概念 這樣的組合它也是有結構的 它就是某一個數字 後面一個長度單位 那這個處把這整組東西包起來變成一個地方 這是有結構的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 但是我只需要把這一個結構再交給我的model 它又學起了不知道幾萬句句子 因為這個pattern 我那個數字可以是任一個數字 我長度單位可以是任一個長度單位 我只要看到那個處 這整組東西它可能就是一個地方吧 所以我們等於像是把lm的那個load倒過來了 我會很少的pattern進去 那這些pattern可以包含到非常非常多的 Uttrances或是Expressions 那我們的做法其實 在工程考量上 我們就用RegularExpressions 去在這些語句 進行Ware Segmentation Tagging和Ner之後 去做這些RegularExpressions上的調整 然後我們一樣會把 input進來的句子呢 做這些處理之後 去跟這些RegularExpressions匹配 那如果你的用法是對的 我會知道 那如果抱歉 我手上拿的盒子 完全跟你這些組合對不起來的話 那你可能是錯的 那大家會想說 你載的用法很多啊 我怎麼可能列得完 嗯 這樣就是他可以支持我能改 OK Sorry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那這些在的用法這麼多 就是我們怎麼列得完 其實很有限 為什麼 因為在這個詞本身 它的功能就是那些 它就是想要表達我在哪個地方 所以我們人類會想要 用來表達的意思 其實非常有限 那在我們蒐集大概半年之後 總共就158種pattern 那我們用 我們大概是把它分成7類 這樣我們在運作上比較容易 第一類是稍微比較難一點 是成語 就是成語裡面有在的 這種東西 因為成語這種東西 它文化層面的東西太多了 OK所以 它背後可能有一整個故事 造成它那個成語長廟裡面有一個在 不見得跟它實際上意義有關 那裡面那個在 可能也不是真的現代的那個在的意思 所以 這個地方就是比較麻煩一點 但其實也不多 才11個 接下來就是 在某個地方的這種用法 總共有60個pattern 它算是大宗了 也就是說我們有60個pattern 來描述那個location 那有像是在嗎 這種問題的形式 然後有在一個範圍內的 在時間範圍內 比如說在大三的時候 在昨天 在暑假的時候 之類的 又或是在某一個方面 在某一個層面 這樣的用法 又或是這個動詞組本身裡面有在的 比如說我在職 或是那個皇帝在位期間 像是這樣的方式 或者是說 用來表示ing的在 我在跑步 也有這種用法 但其實差不多就這樣子了 其實 仔細蒐集了一下之後 這些pattern並不多 所以我們大概蒐集了158種pattern 就像剛剛那串東西一樣 158個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做匹配 那左邊就是我們input進來的東西 右邊是我input進來的東西 左邊是它匹配在我們model裡面的句子 OK 所以在firefox中 就是在某個東西中 那它跟在不確定的世界裡 其實是一樣的結構 大家母語者動動腦 大家應該可以感覺到 這兩個句子其實結構上是一樣的 就是在某個東西裡面 在某個東西中 這是一樣的 那在哥倫比亞跟在全馬來西亞 是一樣的 OK 因為我可以說在全馬來西亞 在漂亮的哥倫比亞 在很遙遠的漂亮的哥倫比亞 在這個 在跟那個 那個國家之間 它可以有無限多個希望指 OK 那工程師傑在8月17日 在酷熱暑假 在8月17日它是一個時間 暑假也是一個時間 這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去做匹配 那我們在 10月底的時候 也有就是 就是稍微把它包成package 然後放到牌牌上面 就是可以 tip install來用 只是現在還在做調整 因為我們花比較多的心力 就是在 做一些可能 別的錯別字的model上面 所以覺得這些API上的功能 就是可能 就是做得比較慢一點 然後我們當初也是有 就是寫一個小localhost的 flash網頁 就是來做測試 然後 我們左邊是掛了 shp的回覆這樣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後 這個大概是我們在 今年年中 大約6月的時候 它Pi Literacy做出來的成績 針對這個在呢 我們收集了158種 training pattern 然後給它了 1萬個有這個在的句子 那 它大概達到了 91%的 accuracy 因為其實我們會用這個在 真的沒有很多種可能 這個東西是收集的了 所以我們再回去 最一開始的問題 好的語言老師 你要給出來的東西是對的 並且你的東西要具有一致性 你不能跟這個學生講A跟那個學生講B 並且你要能適時的調整 你要能與時俱進 OK 那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很好的語言老師 因為我們懂這個結構 而且它是一個有深淺之分 不是線性的結構 所以 如果我們要說 一個模型它真的懂語言 它肯定要懂結構 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謝謝大家 謝謝俊天 那在座有沒有想要發問 對不起 我可不可以 就剛剛有一張投影片 左邊是用那個 Pi Literacy 右邊是用ChairGVT 然後我沒有聽懂 在這樣的關聯性是什麼 這張嗎 好 沒有 這只是我們當初 我們在開發的時候 有試著說 我們這個model方式要用 就是網頁形式來呈現 但後面我們還是把它就是 寫成package 那這個網頁它其實 您的 您的左手邊 就是 我們Pi Literacy檢查的結果 那我給他了一句 你再試一次看看 然後他把那個再 紅字起來 代表他用錯了 然後另外一邊是 ChairGVT的結果 我們就直接 扣一個API過去 拿他的result出來 這樣子 然後 ChairGVT的回應是 它有一個錯別字 然後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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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是我們當初有做這樣的 但是 ChairGVT每次的答案 會不一樣 所以我在按這個check 他答案可能就變了 所以 所以他兩者的 關聯性是 沒辦法很明確的 做一個修正的 你說兩者是哪兩者 就是 Pi Literacy 所得到的 他修正的答案 那ChairGVT 你在問他的時候 讓他去以句做修正 他還是 他可以修正嗎 他 他有時候可以 有時候不行 就是在輸入再多 他都沒辦法去做 做一些 做一些修正 對 就是 我試過非常多次這個例子 然後 他有時候會這樣說 然後 就是剛剛光我問同一個問題 他剛剛可能就 有三種不同的回答方式 就是像這邊 就是我問過他不少次 然後他每次答案 還是都會不一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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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我想要問問題 要嗎 目前這邊 看起來 他是針對 在這個Pattern去做處理 那 就如同你一開始 提到 有時候 就是在 中文這邊 其實它的Pattern 非常的 抽中 鼓打 畢竟還是 有很多的結構 然後也畢竟也好幾萬年的歷史 對 那未來這部分 你會有什麼方式 可以讓他比較有 scale 或是比較有 容易的去upply到下 讓這個Tool 是可以越來越加完善 而不是只有Focus在 目前的這個 結構當中 這邊你有想過嗎 OK 有人 回到我剛剛那張 簡報 稍等我一下喔 這張簡報 然後 你的右手邊的這個是 就是我所有語言學的理論 這棵樹是適用全人類語言的樹 然後 它這棵樹是用全人類語言 那 所有語言中的不同 它是在這樣的 預算方式裡面 有不同的參數 去做調整 那這樣的基礎就是說 人類這個物種 它本身這個生物 需要生出語言這個能力的時候 它勢必是為了去滿足某一些需求 比如說 你需要在這個 你每個語言都需要能表達地方 你才能告訴你的同胞說食物在哪裡 我們一起去 所以 每一個語言它一定share某種結構 你才能表達出特定幾種重要的意思 那這樣是大方向的方法 那真的想方法 當然 語言隨著 時間的過去 有很多文化層面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已經不知道為什麼 機車這可以拿來騎的東西 已經變成形容詞用了嗎 那像這種東西其實 有 不少 就像是成語一樣 但是這種東西其實它並不多 就像是 在這個這麼常見的字 但是 跟它有關的 常見的成語 或者是一般人真的會拿來用的成語 其實也產生一個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 我們目前會這樣做 那我們也有參考一些就是 華語文教學的書籍 就是他們有針對外國人在學習中文 的時候 常犯的一些文法錯誤做一些歸納 那我們也是 會先從那些文法點為由 先開始下去做看看 但是慢慢在做的過程中 其實某些問題他們有share一些 就是 蠻清楚的就是說 為什麼他們會錯 就比如說好像剛剛 差不多跟差一點那個例子 可能就是英文 他們在用法上並沒有做這樣 一個動詞裡面有沒有 終點這個區分 謝謝你 謝謝你 已經被回答了 我想接著剛剛Marc的問題 如果要把這個技術 用在其他的組織上面 會花多少力氣 我們做這個東西到 就是它大概98% accuracy 我們是花了差不多六個月 但其實我一個禮拜大概只花一個小時 這個時間 所以其實這樣並不多 那我自己另外 就是我自己有花額外的時間 做這個差不多跟差一點 這兩個的區別這樣子 那差一點我大約花了 兩個禮拜差不多做完了 因為差一點在中文裡面使用率 比再還要少很多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它並不會花很多的時間 那運算也是非常非常的少 那會有多少組 這種私質 或是結構你需要出 你說這些語法點嗎 我目前有參考一本書 大概60個上下 但是如果說要把 所以你明年就可以做完了 呃沒有辦法 我現在好多課要上 對我一段時間 好你現在可以不用上課了 開玩笑的 我要多久能做完 我不知道 但是那些60幾個語法點 是外國人常犯的錯誤 那如果說我們要真的做出一個 他完全懂中文怎麼使用的嗎 那可能或許還有很多東西 要考慮 因為此主之間 可能會有貢獻的問題 對 這是比如我一個 目前想到比較大的挑戰 謝謝 是謝謝 感覺上並不是非常巨大的工作 是嗎 呃 我不能說它是不是很大 但是我覺得它是有限的 就是它終究會是被做完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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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我想我想我想問一下就是 可能一一個一種Pattern不會出現 都是對的 但是有沒有可能說多種Pattern的組合 就是產生出了錯的可能 呃 你能舉個例子嗎 我暫時想不到 那你可以再說一次嗎 就是 你可能很多種對的Pattern的組合 然後產生出了一種錯的結構之類的 所以我們要確保說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你說 很多種Pattern的組合 對 可是我們的Pattern就是one by one 這個Pattern 這個Pattern 就是 喔 你是說假如說我不同的詞組之間 對 會 會有這種問題 那 這種時候當 假設我在處理 差不多跟差一點這個語法點的時候 再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功能的詞彙而已 它並不是我Target的點 所以在差不多跟差一點那個語法點的模型之下 它不會去Focus在 它就是把它當作一個普通的 這在語言學上 就像動詞的名字一樣 再就是一個普通的功能詞這樣 那當我在處理在跟在的時候 差不多跟差一點 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副詞 所以我在處理不同的語法點的時候 目前我們的做法是 它會去Target 改一個詞彙 那這樣子 基本上它看到的東西就會不一樣 就知道這樣不能回答到你的問題 所以在處理詞彙的時候 都是分開一個一個處理這樣嗎 目前是這樣 但是 但是我們有預想說之後 可能會有越來越多語法點的時候 它可能會有一些衝突 但是 我們還是會回歸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 人類需要表達的意義 它其實是有限的 所以 如果說這兩個東西它的Pattern很接近 會不會 這兩個詞彙用法本身是很接近的 這樣 這是有可能的 但我還不確定 還沒遇到過 對 好 了解 至少做到現在還沒有遇到過 好 因為 我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 如果說它真的很接近的話 那為什麼我們需要兩個不同的智慧來表達 同一個很接近的意思 就是 在人類本身發展 演的這個歷史上 這種東西會不會merge起來 就像是窗跟戶 很久以前可能不一樣 但是 現在我們已經沒有在存在 類似這樣的例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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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身 因為 因為我嘗試的 就是 我嘗試讓那個LM來處理一些 比較專業的 一些數學的推理 就是一些 Promologic上面 那我測試了很多 但 因為主要是受到 LLM 它的 這個向量拘力的 這個 它的概念 所以它是一個 整個背後的所有知識 人類知識部 是一個大的文本 從文本裡面來找出它的關聯性 那所以 我碰到的瓶頸 就是 就像你剛剛講的這個瓶頸 可是 我在猜想 我提供一些想法 跟大家分享 我在猜想 像我們在Machine Learning裡面 我們在做分類 那我們人對一些詞彙 其實就像你講結構 結構是由Property屬性 比如說你說Location 你講 比如我們講 路 Location 它就是屬性 所以我們在講詞彙的時候 除了詞彙本身 它出現了 機率 它的關聯性 其實我們大腦裡面 有一個概念 就是它的Property 所以Property 構成一個結構 所以我自己 在猜想 因為 因為Chair GPT 它並沒有公開 它的測試的中間 很多Model 那我 可是我在用它的Model 跟其它的Model 之間我發覺 還是有些不同 所以我是有一個懷疑 就是如果你從很基礎的 你可以用做分類法 那你就可以大概找出 你可能沒辦法定義說 它這個路是什麼 可是你大概可以知道說 它具有一個Location 的Property 所以如果有Location 的Property就可以有Structure 那Structure 就有一個評分 那評分如果再加上 我們用Transformer來做 那兩個就有對照評分 我是這樣想 猜的 因為我自己在試著想要 Attack這個問題 那這個情況下 因為我們人的大腦裡面 基本上我們都可以抽象化 我們可以抽象一個概念 那我們現在如果去看 比如M 我們發覺到 它好像感覺是 它有抽象化的人力 事實上不是 那是一個機率的問題 它並沒有實質上做抽象 就是它都會做出很合理的結構 可是當你問這合理的結構 一個邏輯的時候 比如說你給它一個 偵探故事 一個故事內容 它可以給你辨別 它可以偵探故事的因果關係 關聯性 它可以找出來 可是它基本上 假如說你今天說它是個變數 要填一個東西當一個變數 它做不出來 可是我們人可以 因為我們人有Property 在後面要接什麼東西 所以我在懷疑 就是如果我們從頭 從這個 從神經網路的角度來看 我們先做分類 然後再做這個 它這個 這些 我們再做一些 像做一些這些 向量的這些機率方面的 我覺得這兩個分數 如果做某種複合 可能有機率 我是這樣比較實際的問題 就是說 你剛剛用的方式 比如說找結構 如果說我們可以大量去找 找出 就是說用分類法去找 然後 然後界定這個債跟債的錯誌 那它是不是 債跟債的錯誌 後面接什麼 它有個機率出來 那這時候是不是我們可以知道說 後面這個債 這個債的後面這個東西 是接地點的 它屬性是接地點的 那如果屬性是接地點 那如果屬性是接地點 這是一個Group 這Group就有一個評分了 我是這樣猜想 也就是說 你用人工來做 來找出這個類別的方式 是不是可以也用機器學習同時來做 我們做這個 做出這個類別的 這個類別出來的方式 我們不是人工來做的 就是說可不可能 它就是用機器來做 我們是用機器來做的 喔是用機器來做的 對 那這個我們用的斷詞系統 就是不是什麼CKIP或Bird 我們用的是就是 台灣有人用原學位基礎 開發出來的斷詞系統 那它的運作方式其實也是 從簡單的功能開始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嗯 我可以 後面會接一個動詞對吧 I can 後面會是動詞 基本上不太會有其他的可能性 這個答應應該OK 那比如說 嗯 這裡有一個 然後後面 它會是名詞 它可能中間有很多形容詞啊 但是它後面 基本上是一個大組的名詞嗎 那像這種 Q其實在句詞裡面是有 那這些東西也是有限的 然後我們就是用 這是 這個斷詞系統是Peter開發的 然後我們是用這個斷詞系統 那它下面原理大致上是這樣運作 這是based on原學理論 那它可能就是從這些 意義含量大的這些功能詞 去做一些考量 為Q去做考量 那包含可以考慮到 像我剛剛講的 漢語還有音韻的這些Q 比如說我們習慣是兩個 兩個節拍為一個詞 像這些Q我們都可以去用作 就是斷詞這樣 所以我們的這個 我們知道它是什麼詞類 這件事情本身是機器做的沒錯 就是它並不是機率 謝謝 謝謝 我們就謝謝 敬田帶來精彩的分享 還有大家精彩的討論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